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懂啊 别避开我 颜辛 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 但是那晚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 叫你真实的名字了 后来我们在海边 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 你就是苏颜西 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 是 我之所以忍着不说 就是希望 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西 又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她女朋友吗 还是你们已经 我其实 走 回家 顾西城 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 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 抱歉顾左 您的这个态度 恐怕不能带走她 再说一次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强行带走她 甚至让她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和她是朋友 当然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 根本用不着你一款 不会吧 一整天都不看手机的吗 安安 在吗 求通过 通知你一下 你拉黑 拉黑了 我主动加你微信 你竟然把我拉黑了 通知你一下 拉黑了 我主动加你微信 你竟然把我拉黑了 你竟然把我拉黑了 你不会又误会我和傅博雅 你不会又误会我和傅博雅 你不会跳一块儿 我们两个真的只是 我只能也不开 Prop 听着前不能说一声吗 颤得撞为你头 我 给你时间 解释吧 解释什么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 我看不见吗 公司和丽普曼的关系 至关重要 如果你得语生疏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为什么要请同声翻译 你为什么总是 在做危险的事情 你 你都知道了 所以 你 你宁愿告诉傅伯雅 也不愿意把你的困难告诉我 我没有 我没有自己告诉他 是他自己发现的 而且我和傅伯雅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又是普通朋友 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往家里面送鞋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非逼着你陪他过生日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把自己的西装外套 脱下来给你穿毛 我没有穿 而且是他主动找我 让我陪他过生日的 是他把客户送他的礼物 转送给我 我已经拒绝了 我还要怎么样 顾西成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和傅伯雅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那么愤怒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 真的很过分 我是答应了和你签订合约 在合约期间内 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不应该来干涉 我的朋友和圈子吧 我并没有 我已经不想和你说话了 我自己打车回家 何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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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气不气人 杜牧敦就让我信守合约 还和人家傅伯雅大吵了一架 我虽然是和他签订了合约 但是 但是我也不是卖给他呀 这顾西成 对傅伯雅这么有敌意 根本就超出了合约范围 他该不会是喜欢你吧 他 他 他怎么可能喜欢我 大姐拜托你收一下 你漫天的想象好不好 他 他要是喜欢我 我名字倒过来跟他行 顾西严肃 鹿啊 你还想不想婚了 好好好 我错了 但是等会儿 你刚刚说傅伯雅认出你来了 那他会不会出卖你啊 我和傅伯雅在说话的时候 顾西成就突然出现了 我们就没再说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 傅伯雅应该不会说出去 我先不跟你说了 安安先不跟你说了 顾西成 顾西成 怎么了 我最焦没瘾 别动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有点胃痛 胃痛 来 先躺床上 怎么会胃痛呢 是不是因为晚上那顿饭 我吃不了太辣 你不能吃辣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把辣酱 我去问梅姨找药 别叫梅姨 我请偷奶奶 可是 来 先躺啊 来 当心 当心 你先躺一会儿 我出去悄悄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药啊 这 怎么有这么多药啊 怎么有这么多药啊 安神 不对 精神科处方药 不是这个 指头 这 先给他治病要紧 先给他治病要紧 来 先把药吃了好不好 死不了 你这个人还在跟我生气呢 先吃药 你要不吃药就把你嘴给撬开 把药灌进去 来 药 药 来 慢点 天生难说谎 时间能回答 好点没有 等我一下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喘息 只有你的是你 来 先把这都奶喝了 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 只差一句 你也愿意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 别走 别走 我不走 我去换一下毛巾就回来 不用 我什么都不用 我只要你在我身边 陪着我就好 你 are my dream 也不过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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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谢谢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不管我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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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多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都会好起来的 过去找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与海中穿行 只有你的声音 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 只差一句你也愿意 你也愿意 只差一句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座 请 请 进 顾总 此山拍卖晚会的邀请函 谢谢 此山拍卖 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兴趣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这次妆容用到的全部产品呢 都是花盐的 很多宝宝问我如何画花垫 我们现在就要交给大家 好了 这样就画完了 是不是非常地简单呢 我说啊 这主播果这么严实 太没意思了吧 请这位网友说话客气一点啊 不是 你们做直播不就让人看的吗 靠着打赏赚钱 还不能提点要求了 来 领口拉低一点 哥哥给你刷游艇 这位强人所难的这个网友 你再乱说话 我就跟平台举报你了啊 哪儿来的为所难 为所难 我 永远知之 安吉拉小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独有偶这位小姐姐 一定是一位热爱美妆 懂得欣赏美的朋友 姐姐 怎么默认性别是女生 算了 姐就姐吧 你今天的头饰很特别 也很符合你自己的气质 只有你发现了 我确实动了点小心思的 化研找你 没找错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就此关了 我们也有真爱粉了 不过啊 这个YYDS 她就是冲着你来的呀 一直在为你打抠呢 什么真爱粉 就是个麻烦精 你认识她 她就是司徒硕 YYDS就是她的微信名 我永远诞生 她 她搞什么呀 她 她是不是在追你呀 你快别提了 接着喝 来着来 什么 你们 你们在一起过夜了 你在大点声 都二一零二年了 在一起过夜有什么稀奇的 何况又不是真的过夜 那你对她 是什么感觉 什么什么感觉 就算全天下 所有男人都死光了 我对她都不会有感觉 就算海枯石烂 我也要接近陆安安 和她 约会 祝你成功 根据我刚才的表现 她一定方心按许 接下来就是成胜 追击 不过老大 你也不赖啊 我可从来没见你骂人 骂这么狠狂 彼此彼此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这个 好漂亮的项链啊 这是做什么用 我收到了慈善拍卖完宴的邀请函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出席 这条项链就是捐赠的拍笔 我也要去吗 对 你不想去吗 因为你说我们的关系不会公开 那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 在奶奶那里 她以为你是以我未婚妻的身份去 但在外人面前 你暂时是花言的秘书 这条项链你先保管好 过两天主办方会派人来取 你早点做些准备 我来 颜夕啊 这是你外婆留下来的东西 我原本想着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会去动他 现在有困难了 你把它拿去吧 这 这是天使之类 妈 我不会卖的 钱的事情你别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你还是听话 把它拿去吧 听话 万一呢 妈 听话 妈 所以说你要去参加那个什么慈善晚会啊 我还没去过那种地方呢 算了 到时候随机应变吧 那你礼服准备好了吗 礼服 不会吧 顾西成没有给你准备啊 他可能忘了吧 或者没想到这一层 那你问他要啊 他让你去参加的 给你准备也很正常 我开不了这个口啊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实在想不到再问他吧 楽安安 曲约会 露安安 曲约会 陆阿安 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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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安安 司徒说 你是不是忘了 我对你的警告了 安安 你别急 你听我讲 子孙上次见到你之后 我就忘不掉你 正所为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今天我决定 大胆地讲出我的心意 安安 我想和你 啊 闭嘴 听我一句劝 丽安 远一点 小伙子 咱还继续吗 咱继续 你说人家能借给我们吗 先试试吧 要是我提出免费给安老板 当六个月的化妆师 或许能同意呢 行吧 走 老板 阿老板 西西 你这个大麻人 怎么有时间过来 这不是有事想找你帮忙吗 瞧你客气的 你都江湖救救我多少次了 有什么事说吧 我记得你家二楼玻璃柜子里 展出的那些礼服 都是设计师款是吧 对啊 那些可都是我下了血本的 是这样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 能不能选一件 比较便宜的借给我 那个 租 租也行 不是 那个 是我自己穿 就用一个晚上我会特别小心的 是 老板 你就帮帮西西吧 不是 你们别为难我了 西西啊 我知道你现在真的很困难 但是礼服 我真的帮不了你们 要不然这样 你要是愿意借给我 我可以免费给你画 三个月的商牌妆 可是这个 六个月 不是 一年 西西 这么巧 你们也在这儿 我之前和安老板有合作 今天有事想来问一下他 这么巧 我今天在这里拍宣传照 不如等一下结束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西西啊 你跟附送一件事 我们是朋友 既然你们有正事要忙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改天再去吧 西西你倒是说实话呀 附先生 先忙吧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拜拜 来 刚刚西西找你 什么事情啊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富不雅看起来很想帮你的忙 我怎么跟他说呀 上次在餐厅里已经闹得很僵了 而且我还没有机会 好好和他说一下我和贺锦西之间的秘密 那你才更应该约他一起吃个饭 好好聊一下 但现在算了 那礼服怎么办 没事儿 今天就先这样吧 回头再想想办法 好 我们明天见一面吧 好 谢谢 带着这个衣服 我不能收 为什么 我听让老板说 你很着急啊 这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衣服 你还是收下吧 傅先生 我们上次在餐厅 被顾锡城打断了 今天正好在这里 我有几句话 想认真地跟你说一下 好 你说 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现我的秘密的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我和贺锦西 其实是双胞胎 双胞胎 只是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原因 我们被迫分开 抚养长大 能挂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只不过 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要留在顾锡城身边 所以其实顾锡城 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那天他才说 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不知道 顾锡城那个人 虽然我往来的不多 但是 以我对他在商界的了解 他要是知道你在骗他 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甚至可能会有危险 希希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你还是尽早离他远点吧 所以我才想拜托你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能在我平安退出之前 不要让顾锡城知道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拜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希希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 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 还能再遇到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我一定会一直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的 以后你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要及时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吗 谢谢 好吧 这道手的礼服也被你给拒了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办啊 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傅伯雅也愿意替我保守秘密 已经是很大的人情了 我怎么可能再接受她送的礼服啊 再说了 要是被顾西成知道了 又得误会 你说你这走什么运啊 和顾西成明明只是合约关系 却偏偏搞得像真的情侣一样 干吗 怕她吃醋啊 什么呀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怎么到你嘴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是吗 那你脸怎么红了 嗯 不动你了 幸好呢本仙女早有准备 我在网上订了一件纯手工定制礼服 和最新的大牌走秀款 长得差不多吧 价格呢也就一羞羞 绝对是家伙 不会被看出来的 你什么时候 就在知道你去和傅伯雅见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以你的脾气啊说不准会拒绝 所以呢 我就趁早给你背下啦 你醉也好了 喝心喝心 这是礼服啊 赫锦细为什么要买这么劣质的方品 难道她没有礼服参加此任晚宴 来 帮我准备一件东西 通过你的愤怒我能感觉到 你的亲密关系障碍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不是 你是说我跟她的接触是有效的 嗯 那接下来呢 继续接近陆安 你可以参考普通男男女女的约会方式 约会 嗯 记住 发挥你的特长 我的特长 脸皮红 丝缠烂打 谁啊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不愿意 安安 我不约会吧 你变态 你变态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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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约会吧 约你的头啊约 你变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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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完没完 你再这样 我怎么接单啊 你大眼跟我约会 我就不缠着你了 无来之急 行 约会就约会 你跟我等着 真的啊 真的 但是 你现在开始 不要再跟着我了 好 你好 贺锦器的快递 谢谢 不客气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好像是我的 我看看 我的我的 买的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啊 没什么 一些私人物品 顾总 你那么忙就别管了 我先回房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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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